第四千三百五十八集 元修的权力一击如狂风汇聚 面前的年轻人先是一惊 玄机宁谋 右手之中的巨刃 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撕裂虚空 横空向前劈去 虽然没有无想的一刀恐怖 但对方的境界远超下轩胜 施展这一刀也是绝对的虚无 妄却天地 妄却宇宙 更重要的是 骑尸竟然暗中出手 两芒击壮竟是连德元修自己 都被余波卷飞 几步后退之后 这才站定 反观那手持巨刃的年轻人 却是扬眉一笑 手中巨刃潇洒地扛在肩膀 脸上的张扬之色不见 这都是什么妖孽 好恐怖的刀意 元修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先前是夜晨 这次又是一个百家境的年轻人 自己竟然是隐隐有些不敌 你 元修刚欲开口 江云身后的素衣中年人 挡在其身前 元修在看到那张脸的瞬间 便是暗叹一声不妙 老家伙 你来此作甚 眼前的这素衣中年人 正是江云的护道者 天宫之地 天清宫的执教长老 与萧欣一般 前来面前这年轻人 应该就是天清宫传人了 晚辈江云 今日来天宫神教论道 这相有理了 话虽然是这般 但眼前的年轻人 却是丝毫没有谦卑之意 就连扛在肩头的巨刃 都是不曾放下 那素衣中年人 微微一笑 开口道 元修 我等二人今日前来 乃是代表天清宫而来 元修眉头一皱 却是听得素衣中年人 继续道 今日来此 不作他意 只为论道 文言 元修冷哼一声 说什么好听的论道 说难听点 就是来砸场子的 这天清宫也是天宫之地 以巨拨实力 论地位 绝不属于天宫神教 两大宗门之间 竞争摩擦经常有 但像这般直接来踢场子的 却是不常见 都被人打上门来了 岂有不接之力 元修脸色明显不悦 这要是拒绝 才是丢了面子 旋即他袖袍一挥 随我前去天宫神教论道台 往前走了几步 元修似乎是被怒火 冲昏了头脑 又是转头 再次道 上了我天宫神教论道台 生死有命 言下的威胁之意满满 若是记不如人 可是会死人的 哪知道江云 却是满脸不在乎的神情 催促道 我知道了 快点带路吧 神情死还有几分不可耐 半上 天宫神教论道台 百丈的站台之上 仅有一人一刀 尽力 怎么回事 欲知人呢 元修急得来回踱步 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 自家弟子却不曾现身 就在此刻 身后急匆匆地跑来一名 普通内门弟子 进前对着元修耳语一番 近日来 本就诸事不顺心的元修听闻 更是差点一口气背过去 老脸一黑 什么时候闭关不行 偏偏敢在这个时候 似乎是察觉到了异样 天宫宫那素衣的中年人 开口道 怎么 元修长老 走门可是无人敢应战 先说明 这是年轻弟子的一战 这一问 充满了赤裸裸的挑衅 元修没有计划 转身对着自己的弟子道 那年轻人乃是百家境六层天的修为 但刀意太强 完全可以越即而战 目前在宗门的核心弟子 也就只有王义飞在了 把王义飞找来 元修一声令下 不多时 一名面容俊逸的男子便是赶来 周身萦绕着淡淡的道运光泽 举手投足之间 都是一股儒雅霸气 王义飞师兄来了 人群之中 传出一声惊呼 面前男子王义飞 乃是除了天宫神教传人之外 最强的存在 核心弟子之中排名前列 一身修为更是达到了百家境六层天 那五匹的风姿神采 怕是距离突破也不远了 此人是王义飞 昔日与我天清宫数次交手 我天清宫无数天才 也是折在了他的手上 天清宫的苏医长老对着江云暗自传音道 那论道台之上的年轻人文言 仍旧是面不改色 只是微微点头 一副吊耳郎当的模样 王义飞师兄 把他揍趴下 台下的一众看客 进队是天宫神教的弟子 在人家的主场作战 那雷动般的掌声都是赠予天宫神教 王义飞的 随着群义男子缓步登上论道台 站定后他轻声开口道 天宫神教 乃天宫之地最大的势力 我等也是未曾感言不败 今日你倒是登门拜访了 王义飞这话 已经是说得很客气了 但语气之中的不满之意 任谁都听得出来 他很生气 作为天宫之地的最强势力 竟然被人主动挑衅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我听说 天宫神教的最强传人是个女子 怎么了 不敢应战吗 江云不可一世地嚣张戏言 引得现场所有人的不满 王义飞倒是怂怂尖道 凭你可能还不配与玉枝交手 打败我他就会出手了 江云眼神一寒 凛冽的杀气陡然间绽放 令得王义飞都是一阵心惊 这是刀的杀伐气息吗 不配 江云语气逐渐冰冷 我最讨厌听到这两个字了 下一秒 手中拒刃一横 便是向着王义飞冲来 田青宫 这些年来倒是没少给天宫神教使绊子 既然如此 昔日恩怨 今日了结 王义飞也是不甘示弱 大喝一声 双臂一横 对着江云而来 王义飞师兄 借鉴肉身成圣 是不可被撼动的存在 哪怕是欲知世界遇到她 都是颇为头疼的 台下的年轻女弟子 见到王义飞动手 当下便是犯起了花痴 电光火师之间 两人已经是扭打在一起 一声脆响 两人各退三步 巨人狠狠砍在王义飞的双臂之上 几招过去 不过是留下了几道浅浅的白痕 王义飞的实际情况确实没这么好过 表面上是平分羞涩 实则她现在的双臂 都是被震麻了 沉重的呼声不断喘息着 反观一旁的袁修 似是看出了内情 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江云退后三步站定 手中巨刃再次扛在肩头 她左手蹭了蹭鼻尖 张狂道 有点意思 连破锋刃都打不开你的防御 陡然间画风一转道 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刀意 自言一出 江云反倒是卸去了全身防备 周身灵力流转 手中的巨刃也是不见分毫变化 更是不见刀芒 一斩 巨刃被她拖在地上 一路奔着王义飞再次看来 顿道台上都是巨刃 建设起滋滋的火花绳 阵法隐隐崩塌 虚空都要被打碎裂 要知道此地可是有强大规则限制的 都是如此 若没有限制 恐怕天宫神教都要遭殃 此刻明明是很慢的一刀 但王义飞却发现 无论怎么躲闪 每个角落都是躲避不及 糟糕 王义飞下意识地暗叹不妙 鸡芒调动全身灵力 双臂之上光芒大盛 她只能硬扛这一击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舞技 仅仅只是一盏 天空之上 一只臂膀洒下鲜血 败了 元修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一幕 天宫神教的青年俊杰 年轻一辈之中 排行前五的王义飞 完败 一柄两尺宽 赠量不带任何确计的巨刃 在距离王义飞驳处 竟有分毫处停下 我不杀你 但天宫神教不过如此 王义飞收起手中巨刃 再次扛在肩头 满脸不屑的 与此同时 另一处 轮回之主 正所谓天狱福人之 必先以威祸景之 那斩茶微凉 老人身边所站立的地方 却是突然多了一个萧欣 萧欣在他耳边低语 叶辰也是听得清楚 有人砸场子了 年轻一代无欲知不在 局势马上就要 找不住了 叶辰眸子一宁 想到了什么 他开口道 若是我出手 或许能解决 但我希望尽快见到天学心 天宫神教这一劫 你去帮我解了 老人直接开口吩咐道 毕竟小辈人的恩怨 只能他们来解决 叶辰轻轻点头 但却是转念盯着老人 轻声道 那这天狱福人之 老人没好气地喝道 快去 事成之后 我破格让你去见天学心 叶辰要的就是这一句话 瞬息之间 虚空波动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老人不再言语 面前的斩茶已凉 他只是一声轻叹 手中的杯斩 却是在此生腾起了热气 与此同时 天宫神教论到台制上 一人一刀仍是尽力 先前的叫嚣的年轻人 此刻也是有些疲倦 以靠着大刀 闭目养神 你们天宫神教是没人了吗 天宫宫的素衣长老 阴阴一笑 脸上挂满喜悦的神情 元秀低眉 不语 就在此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天宫宫的弟子 来这里切磋武艺了 来人正是天宫神教 传人的护道者 也是天宫神教 最年轻的长老 萧欣 元秀眼见来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位分低的弟子 多等一会儿 也是应该的 他款步而来 脸上带着盈盈的笑意 江云睁开微闭的双眸 抬眼望了一眼 萧欣 伸了伸懒腰不语 我倒要看看 你们天宫神教 还有什么神通广大之人 天宫宫的素衣长老 此刻也是满脸不屑 一副胜倦在握的样子